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位以野火无需无死 拜登宣布释出联邦资源救灾重建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天八月十一号 观众软件新闻 我是李小儒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风灾过后 不止南投仍爱乡重创 务设水库也因为豪大雨 堆积满满的漂流木 连消防队水上救援 橡皮艇也被漂流木卡住受困 而南投二万大连外道路和游乐区 因为多处的毁损 林业署南投分署也表示 正在尽力的抢通中 亲近民宿业者也表示 目前订防率大约只剩下一成 估计观光要恢复 最快还要一个月的时间 南投物赤水库城的漂流木海 放眼望去 看不到水面 这还阻碍了消防队救灾 卡努峰在重创南投仍爱乡 年代也让漂流木流向下游的务设水库 当地消防队五号准备走水路救援受困民众 却被大量的漂流木卡住 花了四小时才脱困 而在往内走的奥万大连外道路多处摊放落实 园区内多处坑沟 很多地方都被土石淹没 灾情惨重 林业署南投分属表示 目前正全力打通连外道路 预计在八月底前抢通 后续才能进到园区进行修复 而这次的风灾对仁爱乡的观光 也造成严重冲击 因为主要的道路台十四线 目前探方路段尚未稳定 也让不少游客不敢入山 当地旅游业者表示 台十四线估计还要一个月才能恢复 对当地的生计是一大考验 拿路县服表示将加快附件的速度 而学者认为除了交通 观光地区的基础建设也应该全面盘点 另外透过各种方式 给予游客正确的讯息 避免让外界误认为整个南投都是灾区 而影响整体的观光 天气不稳定 今天上午在墾丁南湾发生民众逆水意外 所幸屏東消防局恒春分队和民间救难协会 正在准备进行救难训练 惊险将人救起 今天上午十点多 墾丁南湾风浪不小 海岸巡逻员突然发现有细水的民众 疑似被离岸流带走 发出了求救讯号 也赶紧带着雨雷浮标下海抢救 而同一时间 准备要进行训练的救难协会人员 也骑乘了水上摩托车来救人 不到几分钟之后 南湾随即也刮起墙风下大雨 所幸民众及时救起 没有发生意外 中国恢复团客旅游 第三波的名单 包括了日韩美英等七十八个国家 但是没有台湾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傍晚就在联署表示 欢迎陆客体验台湾 也愿意在对等的原则之下 两岸同步恢复观光旅游 并且可以从恢复旅居中国以外 地区的陆客来台观光 优先开始实施 而总统府也在稍早 发出了相同的声明 府方还预告 在相关的机关会商定案之后 近期就会对外公布 中国宣布开放第三波 团客出国旅游名单 包含日本 南韩 美国 英国 澳洲 等七十八个国家 但这份名单依旧没有台湾 引发国内旅游业者不满 质疑政府没有释出善意 行政院长陈建仁十一号出席 亚洲国际游战做出澄清 指政府透过观光小两会来沟通 但没获得善意回应 目前中国已经开放一百三十八个国家 而中国人要来台湾 也透过专案申请 国人附中旅游 开放自由行 禁团令尚未解除 中央部长王国才解释 只有我方单向开放 对国内旅游业者不公平 疫情前中国游客 占了国外旅客来台四成 商机庞大 国内业者等不到及时雨 不排除发动抗争 表达诉求 交通部观光局定出今年六百万国际旅客来台 有一百万是中国旅客如何补足缺口 陈建仁表示国际观光客相当踊跃 目前达成三百四十万旅客来台 有信心达标 王国在指出能持续跟对岸沟通 达成团客同步开放的目标 记者 有黄子杰 陈信龙台北报导 备战二零二四总统大选 国民党侯友宜 今天在台中拜会延青标 针对前苗栗现场 徐耀昌喊出下架国民党 事后又呈是口误 党主席朱立伦强调 考计会将会严正处理 而鸿海创办人郭台 明是否有独立参选 他今天也强调准备好 一定会宣布 但是有没有郭柯配的空间 柯文哲今天就重申 会以民众党的身份选到底 而民进党赖清德将要出访巴拉圭 并且过进美国 但中国也宣布 明天起在东海军事演习 这十几点敏感 洪友宜动算 洪友宜动算 国民党洪友宜到大甲镇栏宫参拜 董事长延青标全程陪同 一雷两天 南下台中 麗品整合 不过十日前苗栗现场 瘦昌喊出下架国民党 事后改口称是口误 对此洪友宜也做出回应 目前党不在了解当中 朱以文表示 口误会一定会严正处理 近来动作频频的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到南门中继市场 与摊商互动 强调政治新鲜人才能看到问题 是否独立参选更备受关注 尤其郭科配的可能性 更被放大监视 大家不要老问我什么问题 我准备好一定给大家宣布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还蛮多的 我要到处去看 我看还是不够 台湾人民需要改变 改变代表人民希望 最近我是没有跟他联络 既然我们已经走完程序了 所以柯文哲一定会以台湾民众党 总统候选人的深入参选到底 民进党赖清德将出访巴拉圭并过境美国 中国此时宣布将于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东海 进行军事演习 施机点敏感 赖清德上午出席国安会家庭日 国安人士表示过境安排都在台美双方高度默契 其紧密连计价进行 拒绝威权红线 阻缺动客 外交部也证实 已掌握中国收买他国媒体 企图抹黑及打压台湾 呼吁各界认清真相 且无落入中方圈套而遭误导 接着我们钟志诚 最后报道 涉嫌运送贩卖一起毒品 依照现行法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就算减刑也要十五年起跳 而涉犯这一类案件的民众 遭到判刑定验之后 就质疑部分情节轻重 一律重罚 违反罪行相当等原则 因此申请试线 而宪法法庭今天认定 对于情节极为轻微的个案 会造成罪责及处罚不相当 因此宣布部分违宪 而相关的机关 应该在两年内修罚 跟远景拔枪对峙 一度僵持不下 男子突然气泄开溜 警匪接头追逐 不敌警力为步 狼狈落网 远景发现他已是在买卖毒品 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一旦斥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 像是海洛因骨科检 不分情节轻重 只有判死或无期徒刑 就有遭到判刑定验的毒贩质疑 刑度过重 违反比例原则 申请失线 宪法法庭 对于情节及轻微个案 若最低法定刑 一律无期徒刑 用勤刊民述规定减刑 刑度还是15年起跳 明显情轻法重 不符合宪法保障的罪行 相当原则 比例原则等等 大法官现在只找了最下面一点 最不合理的 去处理一小部分的问题 但是整个不合理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没有被处理到 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 彻底的反省 目前的台湾毒品政策 过度重型化 谭开各国 涉毒刑则 跟台湾一样 可以判死的 包含新加坡和泰国 能处终身监禁的 日本与美国都入列 这回时隔20多年 法令再次被挑战 宪法法庭判部分违宪 更指出相关机关 应在两年内修正 记者与台北报道 一人马国毕 今天凌晨 因为酒驾遭到远景拦截 酒册的数值零点三二超标 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就办 马国毕也向社会致歉 强调他做了错误的示范 以后绝不再犯 对不起 我又再度做了一个非常 错误的示范 而且犯了一个非常 第一级的一个错误 酒册值为零点三二 MGL 全案依违反刑法 一百八十五之三 公共危险罪 移送北检 侦办 马无比被警方移送北检 检察官复训之后 吴宝请回 面对媒体 他也速度道歉 说自己浪费社会资源 以后绝对不会再犯 酒驾执法越来越严 但是肇事死伤频传 根据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 协会的统计 今年一到五月 酒驾死伤的人数熟度呈现不减反增 而其中台中市的酒驾死伤人数 高达了六百一十二人 居全国第一 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了五成 警方也表示出了职法 7月5号台中市一名男子酒驾 拒绝警方拦检害连床九个红灯 最后被蓝厅酒册超标 以公共危险罪来送办 虽然警方严加执行取缔酒驾 但根据台湾酒驾防治 社会关怀协会统计 全国一到五月酒驾的死伤人数 呈现不减反增的趋势 其中台中市酒驾死伤人数 高达六百一十二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两百一十七人 居全国第一 第二名为桃园市的五百零六人 第三名为台南市 而死伤的人数 和去年同期相比的增幅 台中市也是最多 增幅达到五十四点九趴 第二三名分别为基隆市和澎湖县 不少民众忧心 酒驾依旧是道路的不定时炸弹 台中警方表示 取缔酒驾一直是执行的重点 今年一到五月 取缔违规建树排名六都第二 酒驾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四个人 为了防治酒驾 也会和相关的业者执行溯源专案 另外加强执法的部分 也规划每个月八到十次的取缔勤务 尤其加强主要道路的执法 另外对于同车的十八岁以上乘客 也将会有连助处分 全力遏制酒驾的行为 记得您健身彭焕群 台中报道 内政部公布了一百一十一年 国人最新平均寿命为七十九点八四岁 受到疫情影响比一百一十年少了一点零二岁 平均寿命自北而南 呈现地减的情形 台北市以八十三点七五岁最高 但是台湾即将要进入超高龄社会了 国人的健康老化和长照的问题也受到关注 民团就认为长照悲剧今年已经超过十起 对国家政策和家庭社会都是警讯 除了要努力建构发展长照体系 也要延缓失能老化 缩短不健康于民 内政部公布一百一十一年检疫生命表 国人的平均寿命为七十九点八四岁 受疫情影响较一百一十年少一点零二岁 平均寿命也跌破八十岁 以各县市平均寿命来看 台东县七十六点四六岁 最低 东部县市平均寿命较西部县市低 台东的一般属于 就是说中低收入的这个比较多 每天又要为了生活打拼 去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增加 还有人口老化 全国的那个平均寿命的 其实都是下降的 那台东县能够持平 台东在近五年的平均寿命的增加 其实是增加了零点九七岁 那这个增幅是全国第二 如果以直辖市而言 一百一十一年国人平均寿命 呈现自北而南递减的情形 以台北市八十三点七五岁最高 其余依序为新北市 桃源市 台中市 台南市及高雄市 随着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零社会 国人健康老化和长照议题 也备受讨论 民团则表示近来国内长照悲剧 不断发生 今年已经超过十起 不论对国家政策或是家庭社会而言 都是警讯 除了要努力建构发展长照体系 缓解长照需求外 要延缓失能老化 缩短不健康余命 家总也呼吁中央 英跨部会研议增订 长照安排假 让国人能够有时间学习 认识长照服务 做好照顾准备原安排 才能因应各种突发状况 明年将要迎来百年校庆的新竹女中 因为阳明交大邀请新竹女中 改立为附属高中 连日来已经有四千多名的校友 联署反对 今天更有三十多名的校友 和退休老师 回到母校表达诉求 今天也北上教育部 递交陈情书 而竹女校长林贵凤 今天也首度回应表示 多元社会尊重多元的意见 收到联署书之后 会神圣演绎 即使下着大雨 新竹女中的校友们 还是到教育部 陈情 部分校友还穿着 竹女制服 展现身为这所明年就要百年的老校 校友的光荣 因为阳明交大邀请新竹女中 改立为附属高中 虽然日前仅进入讨论程序 但已经引发不少校友反对 发起联署 校友们带着超过四千五百份的联署书 怒批整个程序黑箱 呼吁用合作取代合并 上是多位校友们 上午更是回到母校竹女 宋莲叔叔表达反对 这位高龄已经八十一岁的老校友 强调自己从初中 直升到高中 都在竹女 坚决反对竹女改立附中 希望能够永远传下去 为什么要改立呢 真是感到非常奇怪 绝对反对 竹女校长则出面接下联署书 强调会审慎言议 由依据相关规定 高中并入大学 大学每年应该从智筹款 寄住校务发展 而度为学校的年度总预算 经常门百分之五以上 教育部强调 国教署已经发函学校 要求改立一定要依照相关 规定办理 并且与各界充分沟通 也强调 国教署还没有收到 正式的申请文件 记者 陈嘉欣 谢震宁 张君豪 台北新竹报导 高中改立大学的案例 近年来逐渐增加 有专家就指出 在六都出现之后 只要直辖市提出申请 原本的国立高中职 就能够改立直辖市 因此有国立高中 开始规划要改立国立大学 而改立大学之后 对于高中来说 可以获得师资 经费和课程的资源 而大学端 则是能让学生实习 更方便 双方都有好处 因此就成为一种趋势 今年八月 台南高工改立成功大学 并将原本的成大复工 并入正式挂牌 更名为成大附属 台南工业高级中等学校 而类似案例 在台北市也有机会实现 一直很希望说 我们的四属大学 能够把这些资源 扎根到中学端 初步的构想是希望 透过他的通识教育课程 跟他系组的一些 共同性的学科课程 能够进到我的多元选修 或者是我的弹性学习课程 的一个设计 台北市大理高中 想要和台北市立大学 结联礼 从去年开始筹划 陆续开过校务会议 桌民会和工厅会 而师生 家长和校友的反应 都很正上 已经在七月二十六号 送念到奏育局 如果改例成功 将成为北市大 附属大理高中 简称市大理中 市立大学也承诺给我们做 所谓的大学 先修课程的平台 那也希望说 我们中学端 这一段的一个加入 他们在推动从右教 一直到成人热灵学成的 这样的一个连续性 目前全台 除了师大 正大 还有高师大 是本来就有附属高中之外 其他国立高中 改例成国立大学 附属学校的案例 还有13所 分布在基隆 桃园 台中 台南 还有高雄等县市 而且目前 还有一案正在申请当中 但为什么 有越来越多的高中 想要成为国立大学附中 关键是在于经费 原额等未来发展 陈教总表示 国立大学 有教育学院或师资培育的需求 会需要高中合作 以大学端来看 可以方便实习或教育实验 对高中端而言 则是可以增加经费 失资和课程资源 不过未来 相关单位还是要注意 这些学校 是不是有符合改例后 应达成的效果 才可以有更好的推动 记者曹燕俊 秋福财 张活良 台北报道 疫后旅游需求热络 空服务员的职灾事件 也越来越多 陶渊市空服务员职业工会 就点名长榮航空 对于组员请工商病假 拖延二到五个月 只能够先请病假被扣薪 甚至被迫留职挺薪 而长榮航空也回应 公司设有职灾通报系统 会主动协助提醒当事人 完成职灾报告书 也会协助向劳保局 来申请职灾认定 蹲下整理机上用品时 遇到乱流跌坐地上 导致严重扭伤 还有被旅客行李刮伤 等各种大小伤痕 疫情后航班载客率 不断攀升 空服务员职灾通报也变多 桃圆市空服务员职业工会 受到长榮空服务员投诉 公司将职灾认定责任 推给劳保局 拖延支付工商病假工资 以及医疗费等补偿 感觉被刁难 会有好几个同时 来跟我联络 那跟我要的资料 可能是重复的 所以我就有点不太确定 说我到底是要把资料交给谁 对然后每次看到公司 传来的讯息 我会有点紧张 怎么了 我的假是不是有问题 请了工商到公司 就是做地面勤务 就被转往公司 做地面勤务 他还要去宣扬说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为什么会工商 然后去宣扬给其他组员说 有点类似劝托你说 那你要小心工作 不要像我一样受伤了 工会统计 厂龙空服员占公司员工三分之一 但公司八成二执灾 都发生在空服员身上 可见执灾风险相当高 像是加热餐点时被烫伤 因协助旅客放行李扭伤 休息区域楼梯狭窄 可能摔伤 还有被行李五金构造 与餐车刮伤 另外无法预期的乱流 导致撞伤 都是常见的受伤样态 同样是申请工商病假 厂龙组员就比华航组员 多等一个月以上 对此常网航空声明 公司设有直载通报系统 会主动协助与提醒当事人 缴招诊断证明 就与收据等资料 公司收到后 也会加速立案和审核 在劳保局职业灾害 未认定之前 协助同仁先请普通伤病假 或申请留职停薪 后续经劳保局审核通过 会依法给付补偿金 并更改为工商病假 不会让同仁权益受损 记者宣传林监台报道 老旧住宅缺乏电梯 和无障碍设施 导致高龄长者出入不便 桃园六月起就开办 高龄友善换居社会住宅专案 六十八岁的杨先生 他从二十四年的老公寓 换住到电梯设宅 成为桃园首例 也是营建署推动包租带馆 四点零之后 全国的第一案 泡泡茶看看电视 出入大楼还有电梯 六十八岁的杨伯伯 原本住在龟山区乌林 二十四年 没有电梯的老旧公寓 儿子担心他生活起居不便 帮忙申请了 高龄友善换居社会住宅专案 成为桃园首位换居 成功的高龄长者 也是营建署推动包租带馆 四点零后全国第一案 杨伯伯原本二十五平旧公寓 交给桃园市政府包租带馆后 成功出租租金一万元 也在八月一号换住到中路四号 社会住宅四十平空间 租金和管理费只要一万三千三百元 而且有电梯无障碍设施 和健身房等公共设施 父子俩都相当满意 住宅发展处表示 希望持续推广照顾更多高龄者 也说明高龄友善换居社会住宅专案 申请人要年满六十五岁 在桃园市只有一户自有住宅 需加入社宅包租贷管计划出租 另外家庭成员也符合 所得不动产等相关资格 就能换居到桃园市新办的社宅 记者张淑云桃园报导 内政部会同行政院消保处 首度针对包租业的转租契约来调查 不合格率近三成 而常见的违规太阳 包括了租赁期间与房东提供的不同 还有修缮以及提前终止合约等不平等条约 而消保处也提醒民众 检视合约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 包租贷管合约书上 房东提供的出租期间 到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一日为止 不过转租契约 却是到八月二十日 包租业者定出的租赁期间 明显不符合规定 内政部会同行政院消保处 首度针对包租业的转租契约 进行调查 查核市占率较高的业者 共二十五家各抽查两份转租契约 最常见的四大违规样态 包括租赁期间与房东提供的不同 或是要求乘租人负担 不合理的修缮费用 以及提前终止租约 和返还的不对等契约 消保处查核后 已经要求各县市主管机关 要求业者改正 这是一百零七年 租赁专法上路之后 政府首度对转租契约 进行调查 主管机关内政部表示 查核中发现业者多半是因为 延优过去合约 因此会有对消费者相对较不利的条约 内政部提醒消费者 签约时可以比对住宅转租 定型化契约 逐点核对 也要提防业者 以个别磋商名义 来变更契约内容 若发现契约内容 不符合规定 可以向各地方政府的地政局处 提出检举 中共七月发布新版反间谍法 对于间谍行为 没有明确的定义 也引发国际的担忧 而中国国家安全部 今天就声称 破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 只有中方人士 皆是美方情报人员 泄露中共的军事机密 有学者就分析 中共可能是在报复 美国海军共谍案 而此举也恐怕会恶化 美中关系 中国官媒央视11日发布 中国国家安全部声称 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 指一名中国增性人士 在军事工业集团工作 在意大利留学期间 结识美方情报人员 同意以巨额报酬 加上全家赴美移民的条件 向美方泄露中共的军事机密 并称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中共指控美方CIA 卷入间谍案 学者认为 不排除报复美方揭露 美国海军共谍案 加上中共七月 启用新版反间谍法 对于间谍行为 没有明确定义 如何辨别为间谍 等于是中共说了算 然后来去说美国也在中国 从事情报间谍的工作 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危险国家 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间谍案恐加深美中对立 而反间谍法也连带影响 外资投资意愿 最新数据显示 第二季外国直接投资 较第一季大跌 学者表示 反间谍法放大国家机密的范围 商业的经济数据恐涉嫌泄密 外资可能走向减资 对于急需外资带动 国内经济发展的中共 将是一大打击 记者黄子杰 陈信龙台北报道 夏威夷毛衣岛的野火 从八号延烧至今 已经造成至少五十五人死亡 而数百年历史矫正拉海纳 八成都被烧毁 全岛成千上万的民众撤离家园 美国总统拜登也下令 投入联邦资源全力协助 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主因是干旱 还有毅然的外来种天竹草入侵 再加上沿海山区强风 造成灾情惨重 从空中鸟看茅伊岛西部 度假圣地拉海纳 一片焦黑有如战区 几百年历史的城镇 两百多栋建筑 八成花为灰烬 对外交通一度受阻中断 火势休梦 让多数居民跟游客 都措手不及 仓皇逃离 甚至要跳海逃生 茅伊岛的卡湖鲁伊机场 大巴士 公车 校车 不断送来灾区撤离的游客 数千人惊魂未定 守在机场等待航班 这场夺民野火从八号晚间烧起 最初因为飓风朵拉带来的强风 快速席卷蔓延 目前虽然八成已经控制住 仍有零星的火线与浓烟 持续窜出 成为自二零一八年 加州坎普野火野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专家表示 潮湿的夏威夷 不常发生严重野火 但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当地短时间内 高温无雨 形成暴寒 植被干燥 容易延烧 还有毅然的外来种天竹草入侵 再加上沿岸山区强风 是灾情惨重的主因 夏威夷复周出 州长卢克说 损失评估还在进行 重建之路将很漫长 拜登总统则发布 重大灾难声明 动用联邦资源 协助救灾善后 公知新闻 十回忠役 阿根廷周日 将要进行总统初选 但是因为一名十一岁的女孩 遇上机车 抢匪攻击 最终伤众不治 引发民众激烈的抗议 对犯罪率上升 极为不满 而各政党的竞选 造势活动 也纷纷取消 示威群众用砖块 大石头朝警方丢职 过程中有远警受伤 他们要为无辜死去的 十一岁小女孩 杜明奎讨公道 阿根廷十月二十二号 总统选举 这个月十三号为初选登场 但杜明奎之死 是对政府的一记棒赫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 突破百分之百 连小女孩都被抢 而且还送命 百姓对犯罪率上升 当然极为不满 目前阿根廷政党初选 主要参选人均暂停 最后造势活动 杜明奎是九号 在首都布宜诺斯 爱丽丝南方的 拉努斯上学途中 被骑摩托车 歹徒从后方撞上 并抢走书包 这也是在阿根廷 常见的作案手法 之后杜明奎 被送往医院 伤重不治 当天电视新闻 不断播放抢劫过程的监视器画面 引爆社区居民怒火 聚集抗议 杜明奎母亲悲痛表示 难道要用孩子的命 换取社区安全 地区安全首长柏尼 告诉记者 两名嫌犯已经落网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当中 凶杀率最低的国家 但经济不稳定 飙升至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的通膨 不光是更多民众陷入贫穷 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更赔上了杜明奎小妹妹的生命 公是先玩黄远琳别语 西非共同经济体 十号在奈及利亚首都阿布加 就尼日军事政变 召开了紧急峰会 决议为恢复尼日的宪政秩序 所有的选项都会被考虑 其中就包括出兵 而就在峰会举行的前夕 尼日政变领导人任命了新的总理 和内阁要借此来巩固地位 发动政变两个星期后 尼日总统位队首长蒂亚尼 十号任命平民出身的阿里赞恩 担任总理 二十一位内阁成员当中 国防与内政两个部会首长 这是由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将领担任 显示尽管国际社会警告不断 要求军方恢复宪政秩序 但军方完全没有意思妥协 反而是进一步的巩固政权 另一方面 尼日内部族群派系的冲突 也跟着浮出台面 上个世纪九零年代和两千年期间 曾经在北部沙漠带领图阿雷格人 新兵作乱的叛军领袖阿克布拉 十号宣布成立了共和国抵抗委员会的 反政变组织 要求恢复民选总统被组母的职位 而西非共同经济体AQUAS 当天在奈及利亚首都阿布加 召开的紧急峰会 决议会把所有选项都考虑进去 其中也包括了出兵 并下令成立一支带命部队 但并没有详细说明部队将怎么组成 以及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奈及利亚北部伊西兰宗教领袖在峰会举行前呼吁提努部不要对政变领袖出兵 玛利布吉纳法索这两个也是政变夺权的军政府 则是警告西非共同经济体不要介入 否则将等同于是向他们宣战 公事新闻网后面编译 好莱坞储其大片巴比在全球的票房开出红盘 但是却在中东地区踢到铁板 黎巴嫩以这部电影违反社会价值 鼓吹同性恋 与该国的信仰和道德观相背 下令禁止上映 而科威特也以保护公共伦理和社会传统为理由 禁止上映 从七月底上映以来 美国真人爱情喜剧巴比 在全球总票房已突破三百亿台币 但在中东地区上映时 却遇到了强大阻力 黎巴嫩文化部长莫塔达认为 巴比削弱了家庭的重要性 电影内容宣扬同性恋和性别转换 与黎巴嫩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 相背离下令封杀 原本以为巴比也会轮为精英名单 但沙烏地阿拉伯与阿拉伯 黎巴嫩文化部长在八月十号上映 莫塔达的禁令 持反对意见的民众在社群媒体上炸开 但却得到什叶派组织 真主党的支持 真主党领袖甚至引述伊斯兰典籍 称可对LGBT社群动用死刑 可是在二零一七年 黎巴嫩却是第一个举办 同志郊澳洲的阿拉伯国家 在普遍保守的中东地区里 黎巴嫩当时被视为LGBT社群的避风港 而社会风气相对保守的克威特 也追随黎巴嫩脚步 称为了保护公共人理和社会传统 而敬应巴比 公事新闻沈路沛编译 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 十号进行第二趟的商业飞行 也是首次将观光客送上 无重力的太空 三位乘客当中 包括一名八十岁的英国前奥运国手 他们在八十五公里的高度 解开安全带 享受无重力的状态 而整趟航行的时间 大约是一个多小时 而这一趟要价四十五万美元 一架搭载太空船的运输机起飞升空 这是维珍银河进行的第二趟 太空商业飞行任务 名为银河零二 在起飞五十分钟后 太空船按照计划与运输机分离 由火箭驱动的太空船 载着三名素人乘客 开始往海拔八十公里高度爬升 这是维珍银河首度将观光客 送上无重力太空 三人当中包括一位八十岁的 英国前奥运国手古德温 古德温在两千零五年购买这张机票 却在二零一四年罹患帕金森症症 也让他成为史上第二位登上太空的患者 至于另外一对母女则是透过抽奖活动 幸运登上太空 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后 三人顺利返航在美国太空港降落 微镇太空目前已累积 约八百名付费客户将陆续在未来 送他们上太空 两千六年一开始的票价在二十到二十万美元 两年前重新售票票价一口气翻倍 来到四十五万美元 折合超过一千四百三十万台币 公司新闻政委任别译 宜蘭东山乡慈祭祖宫 因为在农牧用地 兴建大型新庙 楼地板面积达到五千七百平方公尺 被县政府认定是农底维建 要求限期改善 但是庙房不从 县府今天就派怪手强制拆除 而这也是宜蘭县长林兹庙任内 首度拆除农地维建 怪手不停施工拆除庙宇 这间祖寺保身大地的宜蘭县东山乡慈祭祭祖宫 依庙方为法在农牧用地 新建楼地板面积达五千七百平方公尺的新庙 遭县府限期改善 必应违反区域计划法 开罚两次三十万元 庙方至今未改善 县府强制拆除 庙宇拆除前因里面还供奉神像 经信徒与县府协调后 决定给予二十分钟的时间 让信徒祭拜庙内神像 经植交结果 决定神像继续待在庙内 但无法阻挡怪手执行 公权力拆庙 一旁信徒下跪 双手合十祈祷 庙方认为 县府应该给予机会 辅导庙宇坐地合法 这是地方信仰中心 不能说拆就拆 庙宇拆除时警方在现场戒备 这间庙在农牧用地新建 依法无法取得建造 过去庙方与施工单位 曾假照施工告示牌照判刑 为建施工经县府多次热令 停工以及开罚 庙方不从 县府这次才强制执行 拆除作业 不过 因县府拆除为建预算有限 每年仅一百一十九万元 这间庙宇量体太大 预算不足 县府表示 这次只会将庙宇拆到不堪使用 不会全部拆除 记者林建伦 宜兰报导 未来彰化二龄的荣城纸业 是全球第四大的工业造纸公司 也是电商平台纸箱的主要供应商 不过却被还团指控 扩厂计划正在进行还品审查 但是荣城在农地盖违章建户 超抽地下水和排放超标的废水 呼吁主管机关不能让荣城继续扩厂 从空拍照片可见 在广大的农地里 荣城职业的工厂就新建其中 上午彰化环保联盟拿出照片指出 红线内饰丁种建筑用地 是合法的厂房 但超出红线的就是违规新建的 而这家工厂排放的废水 都有颜色却从未改善 而农民抽取灌溉的地下水 赫然可见呈现暗橘色 在地居民不免怀疑遭到污染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指出 从环评资料显示 荣城说只抽取180万吨地下水 但又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出 抽取超过两百二十万吨 恐怕是导致地层下陷的帮凶之一 荣城扩厂计划正在进行环评 环保局强调必须依法审查 针对地下水颜色 环保局表示可能是寒铁导致 而对荣城的放流水也持续稽查 但目前管制标准并未针对色度 不过以前后对荣城开出上千万元罚单 环团强调荣城这种污染惯犯 县府不应同意扩厂电药查处违规 记者林静梅 郭俊玲台北报道 侯友宜近期提出能源政策 其中公开宣示 要让已经处议的合一合二厂研议 但是担任新北市 河安监督委员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与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代表 今天就宣布 不满侯友宜为研议解套 让河安会名存实亡 决定要退出不愿被输 合一合二合四接在新北市参选总统的新北市长 侯友宜公开宣示 当选后要研议已经除役的合一二厂 已经担任五届新北市河安监督委员的绿盟 秘书长崔素新指出 四十年老旧核电厂问题不断 准时除役已是最后底线 侯市长却无视风险还政治干预 另一名请职的委员是 妈蒙常务理事徐光荣 他不解侯友宜在副市长任内 担任五年多主委 会不知道研议困难重重吗 用过燃料棒无法退出 如新怎么研议 合一涡轮发电机已拆卸 空间要做室内干除 质疑侯市长完全状况外 本届新北市河安会有三名当然委员 由副市长担任主委 另有八名机关代表 五名名义代表 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八人 其中五人官方推荐 一人台电推荐 此次绿盟与妈蒙退出 就无还团参与 新北市消防局以文字回应 强调自一百零二年成立委员会后 严格监督 前后召开三十八次委员会 二十八次会前会 对台电提出各种核案建议 除了肯定两委员长期提出具体建议 也尊重两人请辞 期望能继续提供建议 专业仪器记录到产卵的瞬间 这只绿西龟母海龟 今年六月二十九号在彭湖县 望安乡往安口保护区沙滩 产下第一窝卵后 到这个月十号为止已产下四窝 特别的是他相当忠诚 资料显示 从西元一九九五年 首次在当地产卵后 每两到三年都会返回原地 时间长达二十八年 也刷新记录 学者指出母海龟 叫稳定产卵地点多在 蓝宇 望安 小琉球等外岛 可在产卵季节做事实管制 减少人为干扰 也可循着记录到的回游去向 展开跨国合作 让产卵地 觅食欺地都达到适合 海龟生存的环境 海报署表示 母海龟在一九九五年到二零一五年 三次安装卫星发泡器追踪 却因电池实现无法掌握全程 这次在安装希望掌握到更多资料 当成后续保育计划参考 记者王耀廷 许正俊高雄报导 国界署分析一百一十年六岁以下 儿童死亡的原因 认定其中有十九位 是可以预防性的个案 尤其是行的方面 汽车安全座椅 一定要正确安装 才能够保护孩子打车的安全 示范如何安装汽车安全座椅 提醒爸妈们 两岁以前的宝宝 一定要采用后向式 而且要购买有检验合格标志的座椅 并且确认宝宝细紧安全带后 要保留一纸宽的空隙 那我们在四岁以下 就是要乘坐这种安全椅 那四岁以上的一个 孩童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可以依据他的一个身高 如果他还不能够 直接系附安全带的孩子 都要使用安全座椅 国界署分析一一零年交通案件中 六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 认定十九位是属于 可以高度预防性的案例 尤其两岁以下的婴儿 颈部很脆弱 一定要用汽车安全座椅 国界署特别呼吁准爸妈 在宝宝出生前 就要准备好 士林的汽车安全座椅 尤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都要正确选用 安装好汽车安全座椅 让他们搭车安全 快乐成长 记得陈嘉欣 谢震宁张国良台报道 伊甸基金会万方情能中心举行了一场成功展 让身心障碍的成员演出唯舞台剧 希望能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身心障碍者平等参与文化艺术的重要性 并且给予支持 喜欢播带戏也想推广给朋友 草英和市府单位的工作人员展开一场远梦之旅 而整个过程变成为舞台剧 全部是由身心障碍者单纲演出 故事接龙一人一个字或是一人一句话 那我就变成数字接龙 一二三四 让他先分解之后 然后再组织看看 我们可以按照他们不同的能力 变成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在这个陪伴中去寻找到 这件事情可能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把演出拆解成许多小片段和游戏 让不同类型的身心障碍者 都可以好好发挥自身能力 伊甸基金会认为 身心障碍者的文化参与 不只是静态活动 或是以观众的身份来欣赏演出 还可以经由课程设计和训练 以共融艺术的方式呈现 早年都是比较静态创作 但是没有办法符合每一个障碍别的需求 那蛮多心智障碍 他们还蛮喜欢是这种音乐的舞蹈演出 我觉得这个在CRPD来讲 是一种突破 因为以前都是比较是专业领导 但是现在是比较沟通后 产生出来的一个演出 就算是要比一般人花费更多时间练习 准备成员们还是很愿意投入课程 伊甸表示期待可以经由这些展演 让更多人了解到 身影障碍者可以平等的参与文化艺术 还有社会参与的重要性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给予支持 记者曹燕俊出负财 HAPPY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首先未来几天都还是一样是西南风的环境 我们可以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在清晨到上午的时候 其实整个南部地区的降雨 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是比较集中在沿海地区 不过在中午之后 可以看到明显的雷达回波 都是集中在了北部 以及宜蘭花莲的地区 那目前也都持续的观测到 时雨量到60到70毫米左右的强降雨 那至于周末两天的天气 虽然一样是西南风影响 不过水气有逐渐减少的趋势 一样在中南部地区 是在清晨到上午的时候 降雨是比较明显的 也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 所以会比较偏向是沿海 到市区的地区 是比较明显的强降雨 那至于中午过后 全台各地都可能会有类似 午后雷震雨发展的几率 至于温度的部分 则是26到33到34度左右 不过周末两天 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 稍微比较趋缓下来 降雨的空档也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 周末两天要外出的话 在上半天的时候 一样留意一下高温 比较偏炎热的关系 各地也都会有 午后雷震雨发展的机会 那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 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 可能会有震雨或是雷雨发展 那一样是影响到了 沿海到市区左右的地区 那最后的话还是提醒大家 在连日降雨的情况底下 尽量避免前往中南部的山区 那在低洼地区的话 也要记得顺防一下 可能会有激烟水的情况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温度资料 明里北部地区最低温是26度 最高温34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是26度 最高温33度 南部地区最低26度 最高是33度 东部地区 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 外岛地区是26度到31度 年空气品质来看空污指标 明里北部是普通竹苗 还有中部云嘉南高屏是良好等级 明天宜兰花冬还有外岛 都是良好等级 两天公司晚间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